MG1的等候线系统 那顾客一样M是代表Person 但是服务时间跟以前不一样 它基本上是RID 但是是任意的分配 更接近真实的情况 然后严格来讲这个符号应该是Independent 就是每一个顾客之间的服务时间是不一样的 虽然它有相同的基地分配 那基本上有一个漂亮的公式叫PK 这两位研究者证明了这个公式 这个系统人数等于RAW还是一样是你的使用率 然后μ就是你服务的数率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式 那我们这边没有推导 那我们看跟以前分配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是指数函数分配 那么你的变异数呢 基本上就等于μ平方分之1 所以这个地方两个就变成1 然后这个地方这一项就不见 所以变成1-RAW 跟以前一样 这当然要一样 因为MM1是MG1的一个特例 那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你的服务时间是固定的 是一个B 那么你的标准差 你的变异数就会微跌 那这一项就不见了 再变成一个E 所以这个是有最小的所谓的什么 这个等候人数 那为什么说最小呢 因为这个RAW是系统的使用率 我们改变不了 但是这一项是这个负负得正 所以这是一个正数 这是一个正数 因为RAW一样要小于1 所以什么时候会最小 这一项为0的时候 那这个讲一个概念就是说 延迟为什么会产生 就是你的服务系统中有波动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观念 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个概念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 你看 这一个如果你的Sigma 就是你的变异数的这个 这个或是标准差 越大这个负负得正 对不对 这一项呢 你的系统能数就会越大 那最小呢 就是你的这个这个平方呢 为0 那这一项呢 就会不见